上一次讲到的是他们这个orbital 他们会形成这个分子orbital 原子跟原子轨域 做结合就会形成分子轨域 这个结合是用数学上的方式来结合的 我们是叫做linear combination of atomic orbital 因为每一个轨域都是可以用波函数来代表 他们用schweddinger用si这个函数来代表一个波函数 所以这个波函数画图出来了以后 可以代表这个轨域电子所存在的一个霍然率 那么每一个两个atopic orbital如果靠近一些 它形成一个就像两个水珠 靠近了以后接起来就变成一个大的水珠 这个接的方法和形成这个轨域的形状 我们是用molecular orbital去描述它 而这个molecular orbital是来自于原子轨域的加加减减 这叫linear combination就是加减 那么加加减减以后会形成出molecular orbital 那这些molecular orbital呢 我们上一次已经介绍过sigma跟pi 它的定义是什么 形成的mo如果说是对西柱轴对称的 叫做sigma 如果说是它的中间有个节点会反号的 我们就叫做pi 好 那在第二列元素里面呢 从s跟p 2s2p 轨域连结以后会形成的mo是哪一类呢 我们可以看到 es的部分呢 形成的就是一个bonding跟sigma star的antibonding 2s是一模一样的形形 也会生成bonding跟antibonding 至于pi的 p的部分呢 如果说是 如果是pz轨域跟pz轨域结合的话 这个地方会连结在一起而形成bonding 那如果是反过来的话呢 就会形成 现在antibonding 因为它们之间的signetry是不一样的 那么会比较有高能量的这个激发 那么这个低能量与高能量的这个 产生是因为你linear competition产生的加于减 能量有增加跟减少的这个现象 那么我们要记得的是 在双原子分子里面呢 它们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sigma 因为它的这个作用是比较强的 它是一个bonding orbital下来 它的antibonding 反之双区的牺牲的能量就会更高 所以它这个sigma如果下降的低 sigma star呢就会更高 那么pi的能量是比较少 它降低能量比sigma还要少一点 然后这两个呢是px跟py px和py两个垂直的这个轨域 它们px对px py对py所形成的这个pi轨域 同样的道理 如果说的相位是相反的 像在上面的话 就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地方 这个pi的相位是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个地方的相位 pi跟pi结合的时候是一样的 那么这边的pi跟pi结合是一样的 就形成了bonding orbital 不一样的就会形成antibonding orbital 那这个中间的那个就是原子核 那么两个pi是一样的 我们称之为degenerate 是因为它x跟y的这个方向虽然是不一样 但是它们得到的能量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填电子的时候呢 会填在degenerate的时候呢 我们根据Hunsthu会把做maximum multiplicity的安排 也就是spin会变成最大 因此这边会一个 这边会两个 这边会有一个 这边也会有一个 直到你电子一直填下去 那在这样子的题目里面 会考的东西是 你的电子会排进去以后 成为多少bonding 键数是多少 第二你是两个电子填在这里的时候 你是得到的是diamagnetic 也就是配位在一起的 或者是paramagnetic 也就是spin都是相同 或者是就是在磁场上会受到这个偏移的 除了磁性 然后再考spin state 这个是一个spin是往上的 一个spin是往下的 配在同一个轨域里面的这种spin state 是正二分之一加负二分之一 因此它是spin state等于零 如果是一个 只有一个single electron是正二分之一 如果说是 好 除了考spin state 它会考你paramagnetic 还是diamagnetic 这个是paramagnetic 这是diamagnetic 然后还有再考的东西是能量 也就是从光周期表里面 从左到右的周期表 从这个铝皮 蓬炭 氧 氟 氟 奶 然后也就是问你这些叫双原子 比如说是氮 N2 或者是氧 O2 它的MO是什么样子 原则上都可以化成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要考虑sp mixing以后 会发现到说在氮跟氧中间要切一条线 氮以前的通通是一个种类 跟它 跟它不一样 然后 但以后的 从氧开始 氧浮 会是变成回归到原来的这个 轨域的排列 有什么东西不同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sp mixing 就是 es先不管它 2s轨域跟rp轨域 在氢原子里面 它的能量是一样的 对不对 多原子的时候 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有multi-electron 还有shelding de-shelding的问题 还有那个efective z 是不同的 所以在多原子 也就是多电子的原子上面 它的s跟rs跟rp的能量是不一样 虽然不一样 是很靠近 很靠近 它们就会互相可能产生影响 在这里面是 三个能量相同的东西 互相indirect 在这个地方 的2s跟rp呢 其实也是可以做interaction 但它们因为比较远 它的interaction是比较弱的 它什么东西可以interact呢 我们记得 我们要mo里面 考虑到两个原子 或者是任何atomic object 会产生 interaction的时候 第一个 是黑的对黑的 好 新成员魔 需要三个条件 有谁记得 我们上次讲过一次 克文尔也有 你不用翻的 记得的是什么 对象要相合 然后呢 能量相近 重要考量的东西是 能量跟对称 各位也许会对对称有点模糊 不知道什么 我们讲对称的时候 你们学到现在是什么东西 学到对称元素 用在哪里 用在点群上面介绍 我们还讲到 inversion center的对称 一个是G 一个是U 对于inversion center而言 如果说是正一的 叫做G 负一的叫做U 一个 鬼域是不是相合 它的对称相合的意思 是指它的 reducible representation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得到了一个 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去代表其中的一个鬼域 而那个鬼域是AG 那么这个AG鬼域 一定只要能跟AG鬼域 去互相运作 也就是对称可能相合 如果是sigma 它一定要跟sigma 才对应 如果是sigma star 它对sigma star 这边是G 这边是G 这边是U 这两者之间 不会interact 因为sigma水不对 第二个是能量要相近 es的部分 跟rp的部分 离得远 不会interact 或者说 如果有 也是非常少 rsrp 属于同一个quantum number 非常靠近 它们之间会mixing 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这边的orbital 和这边的orbital 这边有六个 这边有两个 它会产生interaction的时候 第一个考虑 谁会interact U的部分呢 这是piU 是sigmaU JU 只有跟上面的 上面的是U 做interaction 下面的sigmaG 会跟这个sigmaG 产生interaction 产生什么叫interaction呢 就是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linear combination 就是加跟减 这里面的两个linear 加起来的以后呢 合相的就降下来 不合的 反相的就会增高 而这个就是一个加一个减 那我们上次讲过 s跟s加起来是同向的 可是p的话是要反过来 因为p的符号是相反的 要这样子才能够加起来 所以是pz减 pz是bonding 那所以不论是加跟减 linear combination 以后形成这两个 不同的orbital 一个高一个低 然后你要产生 s跟p的mixing 也就是s跟p 本身会再以后做影响的话 你这个sigmaG 跟这个sigmaG 要作用 作用的时候呢 就是linear combination 加跟减 加跟减的时候 就是它会下降 它会上升 就跟这个一样 这两个加起来 一个下降 一个上升 这两个加起来 就会变成 它下降 它上升 OK 那上升的如果说是 非常的强烈 也就是interaction 是很强的话 它会下降 然后这个呢 会上升到超过拍 到这个上面 这个是什么现象 这个就是 这之前我们考虑的 在 但 以前的 都会有这个mixing 为什么 为什么 就牵涉到了 我们讲 原子能量 atomic orbital 它的能量 我请各位同学 记得一个趋势 是什么趋势 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周期标里面 这个能量 我画的这个东西 就是在这里 一个sigma 一个sigma star 一个sigma star 然后再 画漂亮一点 好了 一个sigma 一个sigma star 一个sigma 一个sigma star 然后再一个sigma 两个pi 再pi 再pi OK 重点在这个地方 然后会变的地方呢 是 这个和这个 互相调 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有 s跟p的mixing 使得 轨域相对的 增高 这个降低 就会使得 这个升高到上面去 那 如果说是 周期标里面 靠右边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 它的能量是 S跟P的能量 是从左到右的周期表 右来右往下 而形成的这个 轨域的间距 也是越来越大 而如果形成了MO的 排列 也是相同跟原子轨域相同 就是这个MO到下面的时候 越到下面就是越大 原因是因为 越后面的 就是说原子里面的电荷 是越来越多的 原来越来越多吸引力越强 吸引力越强 我们未能的这个表示 是自由电子为零 跑到无限远 如果你有任何吸引力的话 稳定的话是越下面 是成为越负 所以未能的表示 从零开始往下到负 越负就是吸引力越强 你的越后面呢 核子越强 吸力越强 所以它就越低 记得这个原理 也记得这个事实 你可以解释非常多的现象 很多研究所考骑 是从这个观念衍生出来的 第一个会应用的这个例子呢 就是用在 Homo atomic的 Molecular Orbital 那在这里为什么会有这样 切的原因 是因为氧跟幅这个部分呢 是它越来越到后面去 到后面去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能量分布大的时候 S跟P的这个间距呢 也就变大了 SP间距变得大到一个层住的时候 它就不能interact了 因为能量要相近的意思 大概是在10个电子伏特 到14个电子伏特以上 也就是说 小于14 而在14到10之间 你们算是有interaction 但是是borderline 但10以下呢 就是有interaction 就是可以形成间接的 14以上的EV的 20EV的 那表示说 它们实在是 抱歉 这个类似比有点危险 按照人家眼睛的时候 会吓 14以上的时候 这个差别就太大 也就是说 这边的差别 是11V左右的话 它会有SP的mixing 那如果说到了下面 它这个 2S跟2P的距离 已经超过的话 它就不会有mixing 不会有mixing的这个例子 是在氧这个例子里面发生 不也是 所以就会造成一个现象 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MO的排列的东西 是适合在氧根幅 这还有9 9的N2的部分 是因为全部填满 所以实际上 它是能bunding 因此没有两个孽 两个Neon的分子 N2是不存在 因为bund order O等于0 bund order为什么等于0 你把电子全部把它填到上面去 bunding的电子数 跟N-type bonding的电数 是一样的 相减为0 bund order的公式 为0 那么 符是一件 氧是两件 氮是三件 这个东西 我们填电子的时候就可以知道 好 我们来填填看 两个电子 1S两个电子 不要讲 我们讲那个第二列的 这边都填满 不管了 这边是S 是铃 Lithium 一个电子 这边一个电子 合起来 Lithium 2 在这里 B 铃皮 皮B1的话 这边有两个电子 它的帮额为0 其实有一些 稍微复杂化的例外 但是我们先不讲例外 我们先讲趋势 省着各位东西记起来混淆 铃皮 棚 棚的时候就会到这个地方 因此铃就有Sigma 间接 然后铃碳 碳的时候就到这个地方 抱歉 这个图不对 我现在在讲的是 铃皮棚的话 不能用这个诡谕 要把这边的 OK 好Sigma要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铃的时候 我请问一下 铃是Diamanetic 还是Paramanetic 怎么看 铃 铃皮棚 铃是三个电子 那我们这边是到2P了 2S已经下去了 S的话两个 铃皮棚 铃是三个电子 所以32得6 1 2 3 4 5 6 所以铃是顺持 如果说是调过来 那就不同了 如果调过来 按这里的话 铃预计的就是 Diamanetic 所以你做实验 可以知道 到底哪个MO 是比较正确的 所以S mixing 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什么时候会发生 最常发生 是在这种例子里面 S跟P会mixing 各位以后 在做复杂分子的时候 会发现到 不只是S mixing SP的Mixing 只要能量相近的 我们不见得是S 只要是能量相近 是P或者D 只要是能量相近 而且符号 符号就指它的对称 也就是指它的 E Reducable Representation的代号 就是Millican Symbol 只要它是A1G 或者B3U 或者是E' 这些E Reducable的代号 是相同的 E1就跟E1作用 AG跟AG作用 B3U跟B3U作用 它们都会产生 类似SP mixing的 一个分身高能量 这个地方对它作用 它上升 它下降 这个对它下降 上面的这个 Sigma U Star 会上升 这个上升 这个下降 这个下降 这个上升 所以各位记得 对称相同的 什么叫对称相同 E Reducable Representation的代号相同 它们就会作用 那第二个就是 要作用 也要看能量 同样是G 这里离得很远 不会说再产生Interaction 好 所以主要就是对称跟能量 原子兼具这个部分 不是你们平常一般 做习机考试的时候 做的考量的事情 所以简单讲你们考量的东西 主要就是对称跟能量 能量要怎么知道呢 要用XPS 也就是做实验 可以知道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 好 Bond Order的公司 如果还不记得 同学回忆一下 Bonding的Electron Anti-Bonding Electron Anti-Bonding的都是用 红色的线代表 Bonding的是用蓝色的 这个箭头代表 然后 相减了以后 这里是氧的例子 那如果说是碳或氮的例子的话 记得 这个地方要对调 OK 我们来举个例子 氧跟氮 差 两个 对吧 所以去掉了那两个以后 不论你这个Sigma在上还是在下 氮是在上的喔 不论在上在下 我们都填满了 所以它这个减完了以后 这边就是Founding 它就会有三件 所以氮是三件 OK 但正确的MO的画法 氮的这个Sigma要放到上面 虽然你算BondingOrder的时候 它的次序是五关的 只要是Bonding都算 好 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G跟U的代号 因为只有相同的代号 才可以做SP Mixing 或者Interaction 好 上次我们请各位同学看过了 所有的这个Orbital 原子轨域的Orbital 它的这个Pictorial的画法 也就是图形的画法 那下面要进入的这个介绍呢 也就是以后研究所考试 重要的东西是考什么呢 它是考你MO图 MO图有几种考法 第一个就是直接给你一个分子 说请你做出HCN的MO图 OK 那那个时候有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 因为只有三个原子 所以你可以把它画出来 你可以把这三个原子 的轨域都画出来 然后根据我们将要教的Group Orbital的方式 把它接起来 去做Reduceable Representation 然后去找出它哪一些符号 是相合的 然后相合的符号 再去做SP Mixing 或者说这个Interaction 这个修正 然后你最后得到中间 这个MO呢 就是你画的 然后给你电子数 从而一路把它填上去 告诉你帮Order Paramagnetic这些 这就是考试的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是因为它原子很小 原子很少 所以你可以把它画出来 说氢碳淡 各有什么样的原子 把它画出来 然后再用这个 Character Table去看说 这个轨域 跟Character Table里面的 哪一个 Reduceable Representation 相合 然后再去 对照着它 说我这个 这个MO 就属于A1 那个MO 属于B2 好 那这样子 你就可以对应出来 它的这个 呃 轨域是多少 然后按照这个 呃 能量的排序 然后再做能量呃 符号相同的 如果是Sig 是B1U 跟B1U 会Interact的话 那你再去做那个 呃 提高跟减弱的这个修正 好 稍微有一点点呃 复杂 我是讲到前面 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 我们要介绍的东西 不会完整的介绍 所以我先 提给各位看说 将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你要会画原子轨域 和原子轨域所组成的 分子轨域 你要画那个 圆圈圈 逗点 像这样子的东西 OK 然后你要知道 颜色的这个变化 因为它是符号的变化 然后你用 呃 你根本就不要管Tariff的Table 你就把 这些原子轨域呢 结合在一起 画图 画成分子轨域 这样是可以的 OK 我们在CO2的时候 再给各位同学做 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 这个部分 请各位同学回去 自己练习一下 到底原子轨域组合以后 它是G还是U 那Orbital Mixing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Sigma G的部分呢 会Interact Sigma U会跟Sigma U 因为它的Symmetry相同 那Interact以后呢 就会得到了 SP Mixing 然后使得Sigma跟 Hi的Orbital 反号的 位置相反的这个现象 好 那适用于哪里呢 右边的图是适用哪一些双原子 以刀 底皮膨 碳 蛋 然后左边的是适合于 氧跟浮 很好 那刚才这个 在这些这个原子轨域里面 如果你填上了电子 就会发现到 像这样的能量是不断的下降 底下最右边的这个能量是越来越开 所以到了 氧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就没有 SP Mixing 在之前有SP Mixing 所以你注意到 这个Sigma是在它的上面 而这个Sigma是在它的下面 比较考简单一点的MO 如果说研究科考试老师对你们好的话 他会把普化的题目拿来考 什么是普化的题目呢 就是O2正 或者O2负 和O2负2 它们的MO各是什么样子 排列是一样 一模一样的 只是O2正 就在这个地方呢 在上面呢 这个地方少掉了一个电子 那帮O的是多少呢 各位知道氧是2吗 你拿掉了一个 Anti-Bonding的部分 Anti-Bonding部分的电子 你是对于间接是增加还是减少 你拿掉的Anti-Bonding 是增加键序 你拿掉Bonding电子 你就是不让它间接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拿掉Anti-Bonding的话 原来是三个减一个 所以变成双键 去掉这个的话 就变成2.5键 如果再去掉一个的话 那就是 不是讲错了 对 这边三个减掉一个是两键 所以一般的O2是双键 O2正是2.5键 O2-2 O2-2 O2-2是什么意思 上面再加两个电子 所以呢 O2-2是 各位都晓得 这个量是单键 单键的算法是 键接的三个减去 多了两个电子以后 就变两个 四个电子 所以剩下只有一个电子 一组电子 两个电子 就是单键的意思 那同样的问题 可以用在氮上面 或者符上面 或者任何其他的 加加减减电子数 好吧 同时也可以问你 它是paramagnetic 还是diametic 在这里面 所有的图形里面 请问paramagnetic 有几个 个是谁 氧是在普化课本上就有 而且可以做实验 看得出来的 放磁叶上面 氧 液态氧流下去 它会被电极吸引 磁极吸引 好 那这个斜线告诉你们说 能量是越来越下降的 这个什么能量 这是指所有的原子的周期表 从左到右的原子能量 原子轨域的能量是下降的 然后它的这个separation 也就是能量的差异 是越来越往右的时候 是差异越大 那paramagnetic的话 是因为有spmixing 它才会用paramagnetic解释 好 有没有人了解这个道理 彭 如果没有spmixing的话 它应该是diamagnetic 可是有spmixing 它就是paramagnetic 杨小彤解释一下为什么 彭如果没有考虑spmixing 它应该是diamagnetic 为什么 哪个能阶 OK 2P的sigma会下来 然后那两个垫子 就应该填在下面 因为是一个轨域 所以它不需要degenerate 因此它就会spair在一起的 很好 好的东西就是这一类的东西 记得趋势 方向 paramagnetic 还有mo的画法 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话 就是不让你画图 直接叫你写出这种configuration 也就是像电子阻态一样的分子阻态 写的方法就是 以前是把原子轨域写出来 2s2p各有几个电子 这里就是写原子轨域 然后把每一个轨域就占两个电子 注意到这个观念 不论是原子或者分子 它的轨域里面 一个轨域就是占两个电子 那我们现在这个轨域呢 是两个原子所形成的轨域 一上一下 这个底下的原子 虽然是bunding的原子的轨域呢 这个轨域是包含了两个原子的贡献 所以这两个电子呢 是在这两个原子里面到处跑 如果你是在一个分子的间接轨域里面 是由这两个原子组成的话 你的电子是在这两个之间分的 同样的情形 如果你是四个原子组成的分子轨域 那你的这两个电子 就在这四个原子上面来回跑的 每一个原子 不论是每一个轨域 不论是原子轨域或者分子轨域 它就是只有那两个电子 那从这个表上面 可以看得到间序的差别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个地方 一直填到N2的时候 是填到了bunding electron所在的位置 到这个地方都是bunding 上面就是anti-bunding 到这边是填满的anti-bunding 再上去到氧的部分的时候 就填到了anti-bunding的部分 所以它的间序就会减少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表格里面 到这里面N2的时候 它的间序是最低的 它的间序最高 间序最高是它的间距最低的意思 也就是它们之间的这个吸引力最强 原子最靠近 加上电子到anti-bunding以后 间序增大 间序减少 然后间距 原子间距就增加了 好 那这个原子的原子轨域 这个Covid radii 那先不用讲 好 我们第二个是讲到 能量要相近 MO才能够接近 能量相近是怎么看出来的 是用实验出来的 这是氮原子的 这是氮分子的一个XPS 那它的这个右边的这些term 这些term是D无限大H的 这个point group里面的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各位去翻一下 六百六十几 最后的那个point group D infinitive H的point group 可以看得到它这个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的代号 这是它的原子轨域 和形成的MO 用的这个sigma 跟π的这个代号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现在在画的 这一个能阶 这两个能阶 这一个能阶 这里两个是degenerate 所以看起来 应该是只有一个peak 但是不论是哪一个能阶 得到的这个 只有这个是低个的 这个是小的一个modulation 这里却有好几个peak 有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一个能阶 会有好几个不同的能阶 跟它相对应 为什么一个bonding state 一个orbital state 一个molecular orbital 它不是只有一条线的吸收 它照说它的能量 是应该对应到 一个绝对的数字 也就是你把它去量 它的能量是多少 应该是只有一个数字 为什么会不止一个数字 这一题如果我不考 连研究所的时候 也会有人考 有没有同学还记得 我们在讲 原子和分子组成的时候 所有的能量的分布 除了translation rotation跟vibration 这几个造成了分子的振动 那我们看这个orbital能阶 一般来讲 是uvin去激发它到 这个高的能阶start 或者是 电子可以被激发 刚才我讲的是 m-mose 是没有被激发的状态 你那些电子 可以直接给它高的能量 它跳到更高 上面空的轨域上去 那个叫激发碳 那我记不记得 我那时候讲过 像这样子的一个 electron electronic energy state 就是电子能阶 它还可以再分成 更细的 是什么能阶 vibration的能阶 然后vibration 可以再分再细的 是rotation的能阶 所以各位看到的 这些能阶 是vibration modulation 也就是说 经过振动修正 也就是说你应该 如果没有振动 你把它弄到最低温 然后到完全没有振动 的模式的时候 你看到的能量 应该是非常sharp的一个 可是如果有振动的话 你看到的是其他的 好 这不是重点 我们重点是要告诉各位 在xrxp photospectroscopy 也就是光电子光谱上面 我们可以测量出 一个分子它的光谱 这个光谱代表的是 它不同的能阶 这个能阶 就是它的电子能量的分布 这些分布呢 是sigma sigma star pi 和sigma 这些分布 然后 每一个分子轨域 都有一个 一个reducible representation的代号 可以去跟它对应 所以 我们要知道说 两个分子轨域 会不会产生interaction 也就是会不会有像sp mixing的一样 一个升高 一个降低 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呢 我们得知道它的能量靠不靠近 那靠近的话 就是14个eV以内的 就算靠近 那 靠不靠近就要看这里面了 那我们在这里看得到 这两个是非常接近的 18 16 pi sigma 这个地方的sigma u 如果说你要找另外一个轨域 跟它对应的话 你要看这些轨域的能量 是不是它的差异是在14以下 那 氧的部分呢 稍微更复杂一点 它的vibration的那个mode 会比较强一点 那它会有这样的差别 注意到 在氧的地方 它的sigma跟pi 是sigma 这个pi在上面 sigma在下面 可是刚才的 氮的话 它的sigma上面 直接过来 这个sigma的 直接跳到了pi上面 所以是pi在这个地方 而sigma在这个地方 所以是氮跟氧的不同 从实验上面 看得到 也知道它的绝对能量是多少 好 那这个能量的分布 我们可以用各个不同的代号 这也就是eReduceable的代号 那我们比较习惯的是 sigma跟pi的这个描述方式 在这里你们注意到 u跟g的这个标示方式 让你能够知道说 它们是 是不是可以做interaction 因为只要是对 只要是sigmag 就要对sigmag做interaction 好 如果说是 从现在开始 只有几分钟了 我们本来应该要进入的 就是同原子分子的介绍 我们已经介绍完毕了 我们要做e原子分子 e原子分子 我们把这个 同原子分子是能量是相同的 也就是它的原子轨域 跟原子轨域相同的 我们把它拉到不一样 然后再把它拉更开 拉到很不一样 再拉到非常不一样的时候呢 它就是离子件 离子件的意思就是 它这边的原子轨域 跟这边的原子轨域 能量差太远 所以它没有办法mixing 也就没有办法形成分子轨域 如果它稍微靠近来一点 它就形成polar covalent bond 意思就是说 它有离子件的性质 也有共架件的性质 这共架件的性质 它的能量差异比较大 但是还是有某种程度的结合 如果说它到了非常靠近 能量是非常接近的 这就是pure covalent bonding 所以MO基本上是描述 covalent bonding的一个描述方式 到了polar atom像hf的时候呢 它的MO就比较有离子性的性质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得到 各位要做的事情是 你闭着眼睛想一下 题目如果告诉你说 请你画出hf的mo diagram 你是不是画得出来 你要怎么画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画出原子h跟f 它的原子轨域在哪里 氢在周期表的最左边 根据我们刚刚的讲法 它的能量是在最高的地方 你用周期表越往下 你的effective nuclear charge是越高 所以能量就会越低 这边是ES 它的ES应该更低到很下面 那这个2s2p的这个地方呢 相较于它来讲 就已经是很低了 如果是氢原子的话 它的2s2p是在 这是2s这是2p 就更高了 所以你要记得这件事情是 我不会给你实验的数据 要请你记得周期表的位置 所以如果给你 请你画no的mo的时候 你要知道n在左边 o在右边 相对能量而言 这边是相对能量而言 o要下降一点点 所以如果讲hf的话 h在这个地方 f就极低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相对的位置 你要知道 至于相对位置 差多少这件事情 我不能叫你去强气说 它们之间差额 到底有没有差14个eV这个东西 这个是要实验才能知道 但是我们会给你几个例子 已经告诉你说 会interact你要记得这些例子 是在这个spmixing是可以发生的 那这个地方呢 是符的例子 s跟p 那我说过 要建立mmodal有两种方法 一种呢 是写出s跟p的鬼域 在character table里面 它的根据不同的运作 它的正1还是负1的号码 算出来说 这个鬼域 它的irreusable representation是什么 然后再去看 跟它是不是相合 然后像这个2p的部分呢 就是不相合 不相合有两种方式看出来 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 用character table 第二种方式是画图的方式 这个地方是一个 两个不同的颜色 这边是一个x 一个是y 一个是x 对于s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白的球 放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说 左右的颜色或者符号是不一样 所以它相消 因此它是不会有bunding的 没有interaction的部分 我们叫做non-bunding 所以在这个地方会有两个non-bunding存在 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你画了图形出来以后 再画一个圆的s 把它放中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或者放旁边的时候 这因为是原子 这边是符的原子 这边是氢的原子 氢的这个s在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到说 它们的interaction是0 没有bunding 所以它是属于non-bunding 那在底下的部分呢 原来是一个红的 再一个蓝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也有一个蓝的 然后这个蓝的就变大了 这个就是h的es 跟这个符的2s 在做interaction 它会得到两个 一个是 抱歉 这个一样是p轨域跟s轨域的形成 这边是s跟s轨域形成的sigma bond 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一个anti-bunding 所以bunding跟anti-bunding相消以后 符跟符之间是只有一件 单件的性质 这个一样是non-bunding 那这个non-bunding是取决于你图形上面不能够跟它相合 而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是红蓝的p轨域 对上s的一个蓝的轨域 合起来是可以把它变大 是一个bunding orbital 你要学的就是你用图形画法 画简单少于三个原子的分子轨域 等到以后你们学到研究所复杂一点的 是给你一个cluster 或者是20个原子的 那你就没有办法每一个原子的p轨域都画出来 然后同时看20个说他们的符号是多少 我们在一起 那个时候怎么做 那个时候就必须要靠character table 算出来说这20个原子 说出来一大堆MO 每一个MO它的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是什么号码 然后一样的MO 一样号码的MO才能有interaction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character table的缘故 因为我们要解释复杂一点的MO 各位如果还知道 在上个礼拜宣布的化学诺贝尔奖 是颁给三个理论化学家 陈仲老师一定很高兴 那理论化学家所依据的东西呢 就是这些原子轨域 它的phi function 也就是它的shredding equation 然后把它加加减减做出来的MO 根据这样的MO去预测它的性质 照光会不会产生一个变化 磁性 电性 物性 化性的改变 甚至复杂到说 一个蛋白质的结构 如果照光的时候 光是往哪里跑 光和作用的中心非常复杂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poferin 也就是这个普林 然后电子到底是从右边到左边 然后经过这个所有的链 跳过什么地方过来 这个路径光一照电子下去 分离 然后把水分开 这种光电效应的路径 怎么走的 是理论化学家告诉我们答案的 但是实验化学家 合成出这个叶绿素的结构 然后去分析它的光学特性 然后去做实验 知道说能量差多少 去配合理论化学家 所以理论化学家这一次 能够得到的奖 是因为早期的理论化学家 做出来的东西 我们都嗤之以鼻 它一定会算错 因为它的资料不多 现在已经复杂到说 它算出来的东西 很可能是领导我们到实验上面去的 这些很多奈米例子 还有 我忘了谁的例子 很多例子是 理论化学家先发现说 这个东西可能有这样子的 奇怪的一个超导的现象 所以实验家就跟着去做 去把它做出来 所以这个诺贝尔德奖 给这三个人呢 就是因为理论化学家已经成熟 虽然非常复杂的还是做不到 可是它可以给我们很细节的讯息 时间有点超过 我们先下个